请开麦 神花香 我们想和谁都不乐吗 神经不离不乐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许少阳 很开心来到今晚开放妹 这一期的主题是 男演员的自我修养 那作为一个偶像剧的鼻祖 鼻祖真的是鼻祖 现在的偶像剧 其实我大概看了两集左右 真的就看不下去了 因为每一次后面都要会员 有会员呢我也不会看 是因为我是觉得 他们根本没有我演的好看 那身为初代偶像剧的男一号 我来跟大家讲讲 偶像剧是应该怎样演的 那首先呢八种登场的开始 一排黑色衣服的保镖 站在集团的门口 一辆限量版的跑车开过来 一个刹车 侧门打开 男主一定会闲把脚伸出来 对吧 然后必须要一个经验的亮相 要沉住气 一定要等车彻底地停下来 你才把脚伸出去 这个顺势很重要 不能先伸脚 车再停 别人会以为 车是用你的脚来杀猪的 霸总的衣服 也非常有讲究 出门必须要缝衣 绝对不能穿紧身的衣服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是因为当你脱衣服的时候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最好呢 就是穿衬衫 搭个领带 那截领带的时候呢 一定要扭那个头 对吧 对吧 如果你们不会 没关系 你可以想象一下 或是跟着我一起做 你不会觉得 浑身都好痒吗 那还有最重要的是 必须要配一副 非常斯文的 金丝眼镜 然后戴眼镜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要帅 但是千万要记得 不能戴隐形眼镜 如果戴隐形眼镜 那在下的时候 就越来越伤 不好看 狼狈 那打扮好之后 你在众人的包围之下 走进去集团 密书会跟你汇报 你所谓的许事收购情况 那个时候呢 我在签这个收购收购的 很爽的过程 有一个戴着黑框眼镜 竖着双马尾的实习生 一定会突破你 八十几个保镖的保护 朝着你身上撞过来 你们的嘴唇 就一定会不小心地 碰在一块 这个时候 身为八道总裁 一定要注意 不能吃大蒜 吃了大蒜 就不叫做定情之文 就叫做 恶作嘴之文 你是懂Q的 好 当他立马要跌倒那一刹那 我们通常都会慢动作 360度把他接住 搂着他 跟他说 女人 你已经引起我的注意 这个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女人 竟然那么该死的甜美 实习生会觉得 你这个人真该死 不跟不跟跑 三集过后 你们就会爱得死去活来 好了 经过这样的话 就一定是展开 强烈的追求了 对吧 那不过八总呢 通常都会玩一段 欲情故众 他猜不透你到底想干什么 虽然我们表面上会对他 漠不关心 但是你会在他的生日的时候 送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生日蛋糕 然后在他开心的时候 告诉他 女人 不要玩火 这个时候呢 通常都会再带他去参加一个 非常华丽的舞会 因为你的坚实 高端的舞会 必须要带着一个 非常朴素的女一号 在舞会上面 你会邀请他 共舞一曲 他都一定会跟你说 哎呀 我不会跳舞 哎呀 我跳舞好丑啊 我不会跳舞 你别搞我 那个时候我一定会抓着他的手 在我的怀里面 然后轻轻握住他的脖子 跟他说 已经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那这个时候呢 我跟女一号 都会发展到 在一个非常浪漫的海边漫步 我通常呢 都会用我最好看的那一边脸 对着镜头 但是如果女一号 好看的那一块脸 也是跟你同一边怎么办呢 我就会想尽办法 把他的头掰过来 但是他一样会想办法 掰我的头 于是我们两个人呢 开始掰头 一直 掰头到了 掰头到了 突然这个时候呢 的意外就会发生了 一般情况之下呢 你都会被车撞 在空中旋转 三百六十度 三周半落地 这不仅会让我失去记忆 还会让我失去了他 开玩笑 其实呢 我平时真的是不是这样演的 而且 我哪里能教大家 怎么样去演偶像剧的男一号呢 其实每一部戏的角色 也有不同的要求 那在我心目中 偶像剧成功的关键 从来不是所谓偶像这两个字 而是每一位剧主的成员 相信梦想 相信美好 其实 我一晃 也大概晃了 二十三年了 也是属于大气完成 当年二十五岁 作为一个信任出道 其实我也红了之后 的确 有一段 比较自以为是的时间点 那个时候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但是从生活 我马上呢 给了我一个非常狠狠的 很大力很大力的 一八奖 哇 让我也领悟到 不属于你的山 不要去等 不爱你的人 不要去等 谋爱之前 先谋生 薰衣草里面 有一句台词 一直到今天 或者一直到我 死去 我都会非常喜欢 只要用力呼吸 就能看到奇迹 因为花香 永不遗忘 未来 只有天地 谢谢 你一世真正花香 我们说好心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要放弃希望 只有相信 期待这位洆湞 我们发生不说着 只有期待下去 这会如云以偿 许大哥是当年 偶像剧的鼻祖 当年是真的 非常非常的帅 海同门恋人的时候 被称为 男友的理想天花板 那现在这种审美 我觉得轮回了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危险了 这都是谁 显眼包组合 显眼包组合 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我看都是眼镜 都戴着眼镜是吧 镜丝编眼镜 如果我戴 会有什么效果呢 来吧 那我们试试看 你还要准备哦 来 我们要不要各自来一副 一人来一副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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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实一般也出来了 好 我像个学生吧 对他像个学生 学生 我一看他俩带我就摘了吧 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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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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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很有文化啊 去你的啊 去你的啊 真的吗 来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真假麦的环节 好 徐大哥 好的 哎呀 哎呀 这个好难哦 我讲话都好真 有网友说 许少阳初代偶像剧鼻祖 手握两部爆款剧 如今你却一手好牌打得稀碎 请问你觉得你在演艺生涯里有什么遗憾吗 哇 遗憾啊 可能就 薰衣草那个时候是我第一部戏 然后红了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我 有点真的是自以为是 我做了很多很自以为是的事情 不管是在现场表演的时候 或者是跟任何人互动的时候 都会人家所谓的大头症 但是那个时候就 跌了一个非常沉重的一跤 然后让我学习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以一个演员的身份 以一个歌手的身份 有一部或是两部 让大家能够放在心里面 23年你们还存在 还记得我许上这个人 还记得薰衣草 还记得海豚万年人 还记得画像 演员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是冒险麦的环节 我们看看网友 最想看到许少阳 在开放麦舞台上 挑战哪些事情 一 想听许少阳录一段 温柔霸总早安宁 二 想看许少阳和月云鹏合唱 三 少阳哥快脱单吧 请许少阳现场征婚 掌声再次送给许大哥 只要用力呼吸 就能看到奇迹 因为花香永不一世 未来自有天地